另外我們講講其他新聞 昨天警方拘捕了民陣召集人陳浩媛 立法會前議員胡志偉、朱凱迪 包括長毛等8人在招喉組被捕 被落案起訴 關於去年7月1日 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結集 舉行或組織未經批准的結集 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結集等罪 涉及去年的7月1日遊行 拘捕了他們 但他們昨天下午已經陸續被保釋 也不太特別 又不是關於國安法 只不過是用這個方法去做 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跟什麼有關 都是跟他們總辭有關 因為如果不總辭的話 應該不敢拘捕那麼多人 因為太肉酸了 如果是這樣,不如不要讓你們繼續做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跟總辭有關 即是你們總辭了 也不用跟你們客氣了 這些是輕罪來的 是煽動的 又不是周庭的靈略計 包圍警種 煽動不是輕罪來的 煽動不是輕罪來的 我這樣說好嗎? 我煽動你殺人和殺人同罪 可以嗎? 你不要以為煽動是輕罪的 但不要大家約我煽動 說是不是輕罪的 如果你是成功煽動 即是很有效地煽動的話 那件事 尤其是這樣說好嗎? 你自己暴動就參與暴動 煽動暴動就可以煽動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十萬人暴動 所以煽動暴動就可以重過暴動 不是輕罪來的 可以嗎? 那什麼煽動非法集結? 已經推了一集而已 沒有用過暴動 如果煽動非法集結 暴動是第二回事 這個問題就是煽動的問題 不是輕罪的 第二就是他們這樣說 每個人都背幾條罪在身上 對嗎? 各個都八九條 這條罪無所謂 還有幾條重在身上 終於有幾條罪 終於入赤 即是最重要的分別在哪裡呢? 是同期執行還是分期創行 同期執行你更少一點 分期執行 大佬每條一年半載 都不行了 因為我們分開告 所以有機會分期執行 它不是同一件事 所以有機會分期執行 所以如果分期執行的話 他們這一輩子都不能出動 好了 另一則新聞 警方昨天也到了一個 好輪舍北區教會 位於觀塘的聚會點 和粉嶺的教會會誌搜查 帶了一篇文件 警方指本地團體 即是一個好輪舍教會 早前發起的眾籌 由去年六月到今年九月之間 總共籌了2700萬 嘩! 這條數這麼大 遠遠高於網上公佈 即是當初就高於很多錢 是的 遠遠高於網上公佈的890萬 當中有1800萬的款項落差 不知道去了哪裡 而戶口的支出和聲稱的籌款數目 就不同了 以涉嫌欺詐和洗黑錢罪 拘捕了24歲的教會前董事 和一名37歲的女員工 並且通知銀行凍結了5個相關的戶口 有些人會在匯豐 已經穿了草 去了英國的好輪社 北區教會傳導人陳可興 就在社交網站上說 他的指教會 他的個人戶口 以及妻子在匯豐的戶口 都被凍結了 質疑涉及政治原因 這一定是政治原因 不是什麼原因 哈哈哈 很奇怪 因為你們去年在那裏出現的 OK 我這樣說就不好 這當然是政治原因 但這方面有幾件事可以說 第一件事就是 他們為何籌到這麼多款 這麼多人都籌到這麼多款 真的有這麼多人付錢 這麼厲害 固然真的有這麼多人付錢 有 但未必到這個數目 應該是黑手幣 據說一大個傳聞 有個有錢人付10億 全民有個有錢人付10億 不說誰有錢人是沒問題的 如果說誰就麻煩了 當然美國或台灣也有付錢 但美國人台灣也是孤Q銀行 其實就不是付那麼多 我也有朋友收到台灣的錢 這樣也很明顯的 但問題不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整件事就比較多了 那一筆錢 究竟去了哪裏 他們集了一筆錢 有些錢出來 現在他們說錢不見了 即是撻墜了錢 但理論上如果撻墜了錢 他再洗了 買了樓 或者有些人 直接買了樓 無端端發財 或者像方仲賢一樣 但現在他的錢是不見了 你又不是賺到那一筆錢 因為他的錢可能是花了的 那些人不會像我一樣 又買名牌 又亂洗錢 大吃大吃大喝 應該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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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那些很可能 真的做了事 是資助了黑暴 但就不能說出來 這件事是否牽涉到 這件事他的錢不見了 不是無端端發達 無端端發達的就是代了錢 但沒有無端端發達的 可能他真的資助了 那當然是不怪的 如果是純從 因為我們會在兩個層次來說 如果是藍絲或建制派的層次 他們做這些事 本身的資助黑暴 當然是犯法 但如果是黃絲 他認為資助黑暴是合理的 只是撻錢不合理的 所以你要知道 在兩個層次不同 如果以藍絲來說 你就已經釘了進去 你無論怎樣做 你都沒有了 但如果從黃絲角度來看 你就要看這件事 究竟他的錢 是用了公道證人 撻了一不見 很可能他才會幫他 買了水 買了兵器 買了網上購物 那些買了豬嘴 武器 箭 那些裝備 在黃絲角度來說 所以在藍絲角度來說 很簡單 斷正了 沒有問題 拉得 在黃絲角度來說 很複雜 究竟這件事 你是中邦斯郎 還是你真的做了事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現在不是你知不知的問題 而是我們將那件事 分析一件事 即是拆開來分析 知道貞結重心在哪裏 因為重心是不見了千多萬 不見了千多萬 究竟他有沒有罪 如果他 我假設這個世界上 雖然是黃絲多 一半是黃絲 一半是藍絲 藍絲來說他一定有罪 黃絲來說他有沒有罪 就要看他究竟那堆錢 究竟是細小便 所以我將這件事拆開來分析 嗯 OK 看看怎麼看 因為他在網上公佈了 怎樣花 在網上已經說了他會做些什麼 例如幫助年青人 即是有案件在身的年青人打官司 以及給他們一些庇護所住 但現在警方說 他公佈那條數只有890萬 其實他才會2700萬 他的問題就是 他仍然是那個問題 他究竟有 你包庇那些有案底的年青人 都可以是罪 所以就是這樣 藍絲來說也是藍絲來說 一定有罪 你脫離不了我講的 你記住原則問題 黃絲來說當然 你不見了那些錢 你當然不會這麼說 你有沒有做到那些事情 但我又問一件事 其實眾籌回來的錢 其實 是不是黑錢來先 如果我們這樣說 理論上 眾籌的錢 如果眾籌回來的錢 用來做犯法活動 是不行的 是的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不行的 你當然可以眾籌 但眾籌回來的錢 是不能做犯法活動的 你現在知道 因為這樣說 好嗎 你的錢去資助犯法活動 你是不是眾籌回來 你也會犯法的 是 怎樣也會犯法的 好嗎 所以我明白這問題在哪裡 所以那件事不是因為眾籌 只要眾籌 你是罪家一等 你資助犯法活動 你就犯法 是 對嗎 那件事很簡單 但問題就是 這件事的問題 所以中心的精結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 他肯定犯法阿拉德 但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貼錢 是 那件事 他是不是有個中爆斯羅 才是那個 是 故事的精結 是 我們說一個故事 就是 如果一個故事 是大家承認了 那些事實 就不用爭了 即是那些錢 是眾籌回來 然後資助黑 資助別人犯法活動 這是肯定的 不用爭的 但問題是 他有沒有資助犯法活動 就是 喂 資助犯法活動的時候 他這個在黃絲來說 就是違法達義 對嗎 但問題就是 他如果代了錢 所以問題就是 有沒有代了錢 當然他就會說 那些錢拿來做什麼做什麼 對 每個人都說 那些錢拿來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 那些錢拿來做什麼做什麼 都是 很多人沒有做什麼 都被質疑 就是龍門兵室 都說自己拿來做什麼做什麼 都被人說 他質疑沒有做 對嗎 不是代表他說 拿來這樣做 就是真的錢拿來這樣做 所以這個世界才是會計師 核數制度 如果不是說什麼都可以 對 而這件事 應該就是 通常這些事情 由孫中山時代開始 都是拆錢的 那當然 大哥 我這麼辛苦 多一點都要多一點 對吧 我吃吉野家 我都會付錢 沒錯 你不要質疑我吃刺 還有就是 我明天會被拘捕 我明天會被拘捕 那我今餐當然吃得好一點 我收了錢 不是白收 還有當時人都去了英國 情況都是這樣 都知道 那去英國的錢 給我先付 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 有時候 如果一做黑暴 一做反政府分子 那些錢 即是說 有時候會質疑 他是公還是私用 但問題是 他們公和私是分不開的 因為 沒有辦法分得開的 如果現在你發現 很鄰舍北區教會 那個人 如果在英國住的那間古堡 那樣就好 對不對 這些事情都很難搞的 但問題是 像黃之鋒這樣說的 黃之鋒帶著一條美女 走去 走去那間 101那間 Riskalton 爆房 那當然很開心 大家都想 對不對 但問題是 他做完這件事 之後 沒多久之後 現在就去 入水飯房 有什麼事情 坐牢 那一入水飯房 之前坐牢 坐牢都可以吧 都基本人權 沒理由大家 給他 他賺少少錢出來 HAPPY完一段 之後 然後受那麼大犧牲 你不可以HAPPY一點 都不准 那從來革命 都是這樣一回事 是這樣一回事 我現在不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這樣說 你資助革命 你一定要資助他 花錢 是 兩嘴的 不是何來職業革命家 所以那件事就是這樣 那當然就是 如果你是沒有收錢 然後就去沖重 以為別人沒有收錢 那你就貧窮了 那你就真的沒辦法了 對 這個是不是正常 我做職業革命家 那裡有輛車的 你不懂 你不懂 我做職業革命家 我賺不到錢 我賺不到錢 出不到打工的 對不對 是不是 難道我乘巴士 做革命之後 就像股思瑤那樣 那麼大件事 那股思瑤那些 那股思瑤那些是另界 那些是真的 是的 所以整件事 我們商 這件事 抽... 抽... 抽絲莫鑑 出來 大概會是這樣的情況 當年股思瑤去補釣 哪個浸死的時候 那都是錢來的 那隻船 都有人給的 不是何來去補釣魚台 是沒錯 好啦 有理說不清的 這個問題就 好啦 我們講回你的新聞 周庭申請補出的避拒 關於621包圍警總的案件 今早的 繼續 不讓他出來 是很可惜 那麼 另一個 八年前DR事件 這件事不關他的事 我們先講周庭申請補充 好嗎 你再講周庭申請補充 不會放的 如果沒有東西補充 就不需要講這宗新聞 是嗎 OK 周庭申請補充 即是現在他是未剪頭髮 未剪頭髮 那件事還要搞 第二 不是 剪頭髮不用搞 剪頭髮是行政命令 程教署 立刻可以剪 我現在先拖著 不用 OK 第二件事就是 我覺得他申請補充是比較愚蠢的 是 每個人申請補充是比較愚蠢的 難道你申請補充後 你再打下官司 又能打下什麼 到最後還是坐過 不如發派手坐完 補充後再進去 再通過一次櫃 這樣也對 因為好像也是13個月而已 是啊 如果你現在申請補充後 再進去坐過 就非常愚蠢 整班人我不知道做什麼 除非你打算穿草 要不然還是快點坐完 比較好 不會被他穿到 就是 這些穿草的顏面何存 沒錯 沒錯 如果現在他穿到草 就是把球交給司法機構 真的不行 好 下一則新聞 八年前的DL事件 呂西伊麥韻玲就誤殺罪名成立 今天終於判案了 拖了很久很久 令到有人死亡 令到有人終身殘廢 判了三年半而已 會少些 我看見你準備了這篇文章 寫一下 是不是再有更多 量刑委員會 搞搞這些事情 大哥 你這樣又三年半 OK 這樣又誤殺罪名三年半 但是我又這樣想好不好 這件事就是 就是 搞八年 搞八年 判三年半 即是說 實際上 兩年 即是搞十年 他如果認罪 不如認罪 可能一早認罪 可能兩年 再鬆點 就搞定 好過你再搞八年 即是 這是一個 delayed justice 就不是justice 即是 為何這一宗案件 是搞那麼久 我就是覺得這樣 他搞那麼久 就是想打破他 可以 你打不打破 無論任何情況下 都不應該搞八年 是 是 如果這樣 我是他的 我寧願不如一早認罪 好過 很多人都說 我那個朋友真的很厲害 就是說 一來到 一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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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刻認罪 不用保釋 我直接去坐 如果判三年半誤殺 你一早認罪 扣減三分一年期 扣賣家期 實際上了一年半 年多就出來了 現在不用搞十年 你以為搞十年不用錢 可能你真的不用錢 只是DR付錢 應該是 我那個女生意 但是問題是 DR可以賣掉 也不會付錢 就是 這八年 他自己也要付錢 現在還說明成立 那些堂費也要繳付 剛剛說 至少你自己的 多大損失 是的 所以很多人都應該不如想 一拘捕就不如認罪 除非好像 除非 是很沒事 你自己是很有把握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那些律師可能實際要你打 但問題是 這件事也是 非常愚蠢 就是你不如直接坐 坐一年半 就好過 就像古思堯 又不請律師 上了一個庭日自變 你要判我最重點 你不用跟我留手 我馬上會坐 可能是厲害的 這件事 不用教育 你一天就這樣 但是誤殺罪 是不是三年半真的少 誤殺有很多種不同 誤殺 誤殺甚至可以緩刑 你視乎是什麽情況 即是你視乎什麽情況 是誤殺 有些誤殺錯十幾年的 問題就是 所以誤殺的情況是很大 很不同 其實他不是有心想殺 他不殺 那就是 我想打你一身 砍你兩刀 結果殺了你 而且我和你打針 打算幫你整容 然後你無緣無故死了 是兩回事 好了 都是完完整整的結束 好 另外今早梁君彥也說 立法會可能都會打算用Zoom來開會 大勢錯衰 有些會用Zoom來開會 有些會用Zoom來開會 對 有些會用Zoom來開會 都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接下來 那個一個月應該都水深火熱 我想 反而我留意了一件事 之前你覺得沒錯 鄭同泰真是大熱 現在反對派只剩下一個 新聞出鏡率極高 反對的聲音剩下鄭同泰一個 無論哪一個新聞都會拍到鄭同泰說話 因為另外醫學界的梁佩妍比較少說話 我都說了 第一天我都說了 黃毓不是鄭同泰是大輸家 黃毓是鄭同泰才是大贏家 大贏家 我一早就說了這個 而且還有一件事 不敢拘捕他 為什麼 拘捕他就沒有反對派了 沒錯 說得好 是不是 怎麼拘捕他 現在沒有人敢拘捕鄭同泰 好好的保護 這是生招牌 另外醫學界更加不可以拘捕 因為代表醫學界也有立法會員 不是 他可能會多出鏡子 會比較好 鄭同泰 那個不是出來用的 和鄭同泰的擺位不同 鄭同泰的擺位不同 鄭同泰要多出鏡子 那個很低調 那個人都說 留任是為了 沒有理由整個立法會沒有醫學界 因為疫情容易失去 沒錯 這是一番善心 好 另一則新聞我想說說 有傳聞 有些中國勞工接種了國藥的疫苗之後 接著去到烏干達做事 經傳有47個人感染 我看幾則新聞應該是假新聞來的 即是說 去到烏干達 有47個中國勞工感染是真的 還是北京的烏干達大使館發出來的講話 即是說 叫人們去烏干達的時候要小心 但是沒有接種疫苗 沒錯 沒有接種疫苗 那些人就用回 結果 來作出一個故事 推出國產疫苗無效 因為 也不會無效到這個地步 幾十兩人 不合理 如果無效的話 一定要這麼多人無效 如果一兩個人 就不算是非常無效 但問題就是 現在都是 有百多萬人 也都是有過百萬人接種了 因為有很多朋友說他接種了 即是說大陸朋友是會接種了 所以都是有錢人接種 那些勞工暫時來說 都沒有資格的接種 對 應該他們去烏干達做事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檢測 上飛機 是一般的程序 就沒有說打了疫苗 才上飛機 但你說那些什麼騎士 或者遲些奧運選手 我想他們到最後都是 一定要的 應該要打疫苗 因為東京奧運會 還有幾個月就舉行了 所以日本應該要打疫苗 否則不能舉行 現在疫苗就是最流行 所以應該幾個月 這個時候 剛剛開始的時候 發展得最快 所以疫苗應該是慢慢上去 所以說 那一刻 到東京奧運的時候 應該疫苗都沒有問題 應該希望 因為英國也信心十足 約翰術出來說 叫人盡快接種疫苗 這樣說 疫苗就算再無效 他100個防止99個 你也要打 對 防止99% 你還不打 一月中 新一輪 英超入場 不閉門作賽 有幾萬人出來捧場 又是那句 救經濟 不是水深火熱 所以 香港 麻煩 趕快 既然大家都打疫苗 張建宗 你臨退休之前 你快點討論疫苗 麻煩 讓大家打了安安樂樂 行不行你一件事 打了才算 現在打了 又好 不要聽 開英超觀眾入場 大家放心 你不要管 之後那些事 沒錯 我想香港都是這樣的情況 政府應該都要做實事 要不就控制 疫情好 要不就挽救經濟 現在當初的關鍵似乎就是疫苗 希望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盡快有些聲氣 不要再說了 好 今天的新聞聯播時間 是這麼多 我們明天再談 記得like share 和comment 我們的channel 和介紹我們的channel 給大家看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